死者是上先生的話 其中的對象 應該就是 夜女跟楊娜 女員工說得篤定 他說老闆阿元的死 肯定跟她的甘女兒小婷 脫不了關係 他就聘請說有癌症 現在有癌症嘛 就這個人嘛 這個七八要煩我 先煩我七八八嘛 也沒有嘛 你被騙了 他說李培金下來 就還你 結果也沒有 對 也沒有啊 後來又接了八八萬了 夜女是稱 職者是乾爹 他們兩個就是乾爹 跟甘女兒互稱 他們私下的感情還不錯 常常會相約一起出遊 據我們所了解 他們朋友是說 他們兩個很親密 然後也會常常 相約出去 像泡溫泉什麼之類的 北公路55.5公里的 這處產業道路 被拉起了封鎖線 段長男師就被棄置在路邊 劝他的身分是當務之急 昨天有六組的人來認識 這個結果 我們目前是採取DNA 因為死者的面部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專小組透過媒體公開死者的特徵 希望有人能夠認出 這一個粉紅色香包袋的主人是誰 果然就在媒體曝光後 一名標框店的女員工找上了專小組 因為他的工作的同事確定說 他人已經失蹤了將近一個禮拜 然後那個香包應該就是他隨身攜帶 女員工說這個香包袋他認得 因為香包袋上的圖案很特殊 再加上又是粉紅色的 所以他印象深刻 因為他的老闆阿元身上也有個 一模一樣的香包袋 而專小組立刻進行採驗 證實了 死者的確就是錶框店老闆阿元 說這個張先生就是這個熱愛藝術 然後所以說他從事這個表框的工作 然後平常都是跟一些藝文界 比如說畫家等等都有所接觸 這些朋友對他的評價其實都滿不錯的 就是覺得張先生很和善 死者阿元63歲是專業的表框師傅 為人熱心也很海派 大夥對他的評價都很好 但員工口中的好老闆 怎麼會遭人殺害 他遇上了什麼麻煩 因為郭小姐當初跟我們警方講 他是以斬兵截鐵的口氣跟我們講說 如果這個是張 死者是張先生的話 其中的對象 應該就是 夜宇跟陽朗 這個夜宇跟死者之間 因為債務糾紛 後來是吵了不可以開交 然後兩人就一直這樣交惡 原本的關係都還不錯 女員工說得篤定 他說老闆阿元的死 肯定跟他的甘女兒小婷脫不了關係 葉小姐她其實在事業方面經營滿多年 她這個跨領域的工作其實做滿多的 包括這個旅遊業 她跟旅行社還有旅遊業 她有配合工作關係 然後她本身也有開一家小型的中介公司 然後買房 賣房 賺取差價之類的 包括這個不動產 包括這個藝文界 她也都有社務 這個小婷44歲 擔任領隊工作 皮膚白皙 長相甜美 說起話來跌身跌氣的 交際手腕也很好 她跟死者阿元是在案發 她兩年多前認識的 她跟葉女是在一次的 那個藝術發展上面然後認識的 而認識之後 葉女可能因為虛前恐激 所以很刻意地去認識張君 對外葉女是稱職者是乾爹 他們兩個就是乾爹跟乾女兒互稱 然後事實上 他們私下的感情還不錯 常常會相約一起出遊 據我們所了解 他們朋友是說 他們兩個很親密 然後也會常常相約出去一下 跑溫泉什麼之類的 阿元對於這個乾女兒 藤愛有加幾乎是有求必應 但朋友們都知道 小婷近期因為投資失利 欠了不少錢 把他之前欠的錢還掉 張先生為了疼愛這個乾女兒 就是說他手上還有一些資金 可以適時地來挹注幫忙 他目前財務狀況 阿元也知道乾女兒欠債不少 他甚至還會向朋友調度資金 來經援乾女兒 夜女像張掉了大概八百萬左右 那八百萬不是一個小數目 出那個夜庭來這邊 你們就坐在那邊談是不是 他就坐在那邊 這就這裡 跟你要談借錢的事情 這我就坐在這裡 他們坐這個地方 知名畫家余百玲是阿元的好友 當時候阿元手頭沒錢時 為了改女兒還向余百玲借錢 算一算總共一千六百萬 其實這筆錢是由張的朋友 拿出來的 因為張帶著帶同夜女 去認識她的朋友之後 夜女她就私底下 又陸陸續續去找這個 張的朋友 又陸陸續續借了七八百萬 所以說她的債務就越過越大 余百玲說自此之後 小婷就會用各種借口 跟她借錢 當時候她就覺得 小婷這個女孩子並不單純 她就譬如說有癌症 現在有癌症嘛 就這個人嘛 她會說七百萬要還我 先還我七百萬嘛 也沒有嘛 也被騙了 她說禮賠金下來就還你 結果也沒有 對 也沒有啊 後來又借了八百萬了 就跟你裝可憐似的 對 裝可憐算了 我都被他們騙了 她心情很成熟 這樣騙我錢 要騙了一千多萬 騙了以後 所以我這個有口腔 這個錢馬上還給你了 那我也同情她 我說錢借給你 沒有關係 不要送利息 你這個錢 房子買掉以後就還給我 這個大的房子也押給我了 這個房子押給我 她又拿走了 她就馬上有錢 這個又被騙了 錢不挑票 借出去的錢通通有去無回 小婷知道一百零有錢 她竟然還動起了外腦筋 看著乾女兒對好友又騙又偷 死者阿源也很自責 於是她決定跟小婷把這筆債務講清楚 她才會約小婷見面 卻沒想到那一側碰面後 阿源再被發現 就已經曝失被移公路上 她也知道說 這死者那天有跟 那時候有跟這個郭妮講說 月女又有出來 說要單獨見面談 在五個市集 所以說 郭小姐把她帶到了 特定的一個地方以後 讓她下車 她自行前往他們約定的地方去 所以郭小姐知道說 最後張庭小姐的月在一起 老闆出門前的最後交代 她還要員工郭小姐 不用跟著一起去 員工說那一天的事情 她記得清楚 因為老闆出門時 還帶著一紙黑色公事包 裡頭裝的都是跟小婷 有關的債務跟提告資料 因為這樣子後來就一去不返 那當然你會直接懷疑到 就是月女做的